初學者來講 因為他完全沒有接觸 我就是用比較簡單的方式跟他講 用簡單的素描畫方式去教學 那幾乎他們都有 然後呢我們本來是讀法 譬如說一個步驟就是等他們畫完了 然後我們再進下一個讀法 那因為這個是主義的種子教育 對於年齡來講 他們會學習比較緩慢一點點 所以老師的耐心就是要勉強 所以他們就是學習得很快 當然我們國畫的山水瓜鳥國畫的人物 然後那些童魚種種子幾乎都比較 但是我們就會是從簡化開始 就是說我先教他們畫 文化他的那個構圖是在自己的大畫 然後呢我們從文化的構圖切入把它轉換成 我們單畫 那他們很快就是變成說 變成自己的腦中的一個構圖 那他可以不要老是在旁邊 他可以不要這樣自己轉換 那我是希望說就是讓他們能夠 能夠有努力自主的能力自己 能夠畫出很多地方來 所以在家裡的時候 要老師在旁邊他畫出來 他就會很有成果感 所以我的目標就是讓他們 努力地去中文化 這個是我最重要的畫 我考慮了 他們在那裡 旁邊的關卡 所有寫的東西 都可以去看看 我們現在可以輸出 很久 我們在那裡 我們在那裡